顺莎成为国拼的一姐十字名归 十一个字的表态踏实又稳重 张怡宁大魔王的预测跟表扬真的非常准 顺莎称得上是咱们国拼的新一姐的希望 那么提到这里之前 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参加点赞按钮 感谢大家 我们重点跟大家分析到 顺莎是否称得上是咱们国拼的新一姐 也就是对比起什么 对比起王曼玉 对比起刘斯文等人 那么新一届的年轻选手当中 顺莎可以说发挥最出色 状态最稳定 面对国外的选手都能够赢 而且每一场国际大赛 至少稳定什么 稳定进入到四强 大部分都是进入到决赛的 打得好的话冠军 打不好的话第二名银牌 所以说顺莎他的稳定性 那真的是很出色 那么综合了莎莎目前的实力来看 你把他称之为咱们国拼的一姐 合不合适 按照目前的这个状态发挥 以及面对国外的选手这个打法 厉害程度来看 顺莎称得上是国拼的一姐的 只不过在顺莎看来 他个人非常的谦虚 非常的低调 其实能否成为咱们国拼的一姐 或者说二姐 顺莎根本不在意 他也没有很大的兴趣 顺莎他的心目当中 其实他之前也有明确表示到 能够帮助咱们国拼获得冠军 他就很高兴了 他之前也有很高兴 松怀是非常宽广的 他也有谈到 反正无论是谁拿到冠军 都是咱们国拼的队伍 都是咱们国拼的选手 他都会为此感到很高兴 很值得骄傲的 所以说呢 当然从这个点 咱们就可以了解到 顺莎他在球场上呢 那真的是松怀非常的宽广了 在球场上呢 所发挥出来的这种实力呢 莎莎真的是死至名归 所以呢 目前来看 顺莎他对能否成为一姐 他不感兴趣 只要说咱们国拼独冠 他就感到很高兴了 那确实非常的厉害 并且在近段时间呢 顺莎不是说 在WTT世界杯决赛 刚刚获得了冠军吗 那么他回归到咱们国拼队伍 他就发出了一条视频 表达了他现在的一个想法 以及呢 他现在的一个状态 11个字的表态呢 是非常的成熟 非常的稳重的 其中他就明确提到了 先调整好状态 再投入训练 顺莎他不会说我挪逛了 然后我就要去庆祝啊 我回来了之后 我应该要大高兴啊 然后就是要先摆桌 大家聚在一起 然后庆祝庆祝啊 顺莎都不会 他更不会说我想去哪个游乐园啊 想去放松放松啊 我想去参加哪些活动啊 顺莎他对比起以往的 包括了丁宁等人啊 那之前很喜欢去参加活动的嘛 因为丁宁他的性格呢 也是比较开朗的 他很喜欢到处去参加活动 同时呢 去宣传咱们的乒乓球 这一个比赛嘛 其实也是比较好的 只不过呢 对比起来啊 没有说哪个好 哪个不好 更多呢 是可以看得出来 顺莎他的心 比较定 他比较能够定得住 能够沉得住心 能够定得下来 哪怕说现在独逛了 他的心态不会漂浮 他不会很骄傲啊 顺莎能够说 我现在独冠了 但是呢 我还要去追求 我的大满冠梦想 帮助国拼获得更多冠军 所以说呢 顺莎他就明确表示到了 11个字 先调整好状态 马上投入到训练当中 真的很踏实 很稳重 有了顺莎这种 国拼运动员的主力选手 那真的咱们国拼对我 很值得高兴 很有福气 很放心的 顺莎他很稳重啊 他心态不会漂浮啊 哪怕说现在回来之后呢 他就马上想着 诶 我先把状态呢 给调整好啊 然后呢 咱们就可以再次投入到训练当中了 并且顺莎呢 他其实已经把 练习乒乓球啊 已经打乒乓球比赛 当做是生活当中的一种热爱 他去拿起球拍 跟对方打比赛的时候 他会感觉到很开心 很高兴 所以呢 这就是顺莎的天赋所在 也是他非常值得高兴 很稳重的一方面 张仪宁之前呢 就预测很准 张仪宁就明确表示到 四拼赛乱中 张仪宁夸张了顺莎 没想到顺莎的进步这么快 而且他的打法很专业 弱点呢 也比较到位的 并且在张仪宁看来呢 顺莎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呢 按照这种趋势打下去呢 其实顺莎 那真的是 称得上是咱们国拼 很厉害的一名选手 相信他的发展潜力 会非常的巨大 我个人比较看好莎莎的 大家是否支持顺莎呢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也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 参观一下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 请不吝点赞关注